欢迎收看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依颖 美元称霸全球也 腥风作浪了许久 让新兴经济体货币较苦连天 马币也无法倖免 为了减少依赖美元 国家银行早已协同主要的贸易伙伴的中央银行 推进使用本币 而这项计划也获得周边国家的响应 泰国中行助理总裁阿丽莎拉 上周在曼谷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就说 泰国计划在贸易和投资中 推广马币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的使用 以遏制泰铢兑美元的剧烈波动 并帮助降低汇率风险 福布斯今天公布2023年亚太中小企业200强 入榜的大马公司从去年的7家提高到9家 上榜公司中科技业代表包括了 伟特机构 隔代科技 与其科技 前沿科技集团 西石康和QES集团 其他三家公司分别是港业集团 景龙资源和通源工业 以净收入比较 9家公司中赚的最多的是伟特机构 净收入达到4600万美元 隔代科技排在第二 净收入报4000万美元 市值方面同样由伟特机构和隔代科技位居前两位 割报14亿5100万美元和12亿1800万美元 远高于其他的上榜公司 最后来看截至6月的工业生产指数表现 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制造业及矿业产数走跌 拖累6月IPI下滑2.2% 跌幅大于市场预期的1% 6月的IPI大幅萎缩 归咎于制造业产数下跌1.6% 以及矿业产数大减6.4% 至于发电业产数虽然继续增加 但涨幅从5月的5.9%放缓至2.8% 6月数据走软 导致我国第二季的IPI微跌0.3% 逆转第一季增长2.9%的势头 总结上半年 IPI增速显著的放慢至1.3% 去年同期则是增长5.4%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签购无懈可及的Ubis98商业配套 现在每月只需付50令吉 即可享有急速的5G数据 1000GB Ultra Hotspot 5G 还可获得免费两部5G智能手机 现在就签购5条主线的Ubis98配套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